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欢迎收看探秘未见,我是爱旅游的小魏 说起经济发达富裕的国家,估计很多的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迪拜了 确实迪拜是一个非常发达富裕的国家 因为迪拜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在那里土豪到处都是 当地的人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是非常的高 那么小伙伴们想知道,迪拜的土豪们每天都吃些什么吗? 下面就请小魏一起去看看迪拜的菜市场吧,看完你就知道了 当走进迪拜的菜市场后,首先就能够看到大量珍贵的海鲜食材 其中帝王蟹,鲍鱼,大龙虾什么的到处都是 还有很多我们生活中并不常见和没有吃过的海鲜 在迪拜的菜市场也是能够看到和卖到的 这些海鲜的价格也并没有卖得特别的昂贵 它们的价格大约都在200元人民币每千克 这个价格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算是比较正常的价位了 人们一般也都能吃得起 而迪拜的菜市场内之所以有着丰富的海鲜 不仅是因为当地的经济富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迪拜是一个接近海洋的国家 当地菜市场里所卖的这些海鲜 大多都是产自于当地或是附近的海域 不过也并不是全部都产自于当地 也还有一些是进口过来的 就比如加拿大的龙虾和台湾的蓝嘴鹦鹉鱼 这些因为当地没有所以只能依靠进口 走进迪拜的菜市场就仿佛是走进了海洋世界一样 不仅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海鲜品种 还能够吃得上这些味道鲜美的海鲜 这些只是关于海鲜方面的 还有着很多的肉类和蔬菜水果类的 只要是用钱能买得到的食物 在迪拜的菜市场里基本都能看到 并且这些食物的质量都是最好 最新鲜的 不新鲜的食物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处理掉 小伙伴们看完迪拜的菜市场后 现在知道迪拜的土豪们每天都吃什么了吧 是不是感到非常的羡慕呢 好了本期的谈面为鉴子了 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小伙伴们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